Hello大家好 我是宾主播 今天在Bornabe的要修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看是修什么 这个台阶 这个木头已经修得糟了 然后呢 这级也不行了 这级也不行了 一共是我们要换三级这个木台阶 刚刚呢 去了一趟Rona 买了这个台阶的木头 这一块呢 是30多块钱 一共买了三块 这个宽度就是跟我们这个台阶是一样宽的 然后呢 还买了 这个户外的这个油漆 三把刷子 两种规格的螺丝钉 还有这个搅拌这个油漆的小磅 老张这一共花了多少钱 一百七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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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发票 一百六十六块九毛三 就说一百六十七吧 加上税 本来是一百四十九 然后我们把电接上了 带的是这个手提的圆锯 然后还带了一把这个震荡锯 不知道用得上用不上 我们先拿这个撬棍 小操棍都够了 然后还带了一个打磨机 这个打磨机呢 是装上之后 刷漆之前打磨的 然后呢 两把电钻 是装螺丝钉的 修这台阶要带这么多东西 我们先拆吧 我们先把这木板拆下来 看到了吗 这也有 这是一个钉子 好 现在戴上护目镜 用这个伸缩锯 看能不能给它挡下来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拆 因为它 这个台阶的左边 它要拿钉子 从这个外面给固定住 然后呢 右边呢 是这个 外墙的这个护墙板 这个C底 要给又给它压住了 我们可以看 刚才拆第一个的时候 在这 三个钉子 那我们拆第二个的时候 这三个钉子肯定在这 所以要不破坏它的话 是尽可能的 复原 只能用这个伸缩锯 把这个台阶给它一拘 三段 那么这段拆 这段拆 这段拆 只有这个办法 我买了一个200万的工作型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三级台阶 基本上都快拆完了 它这个糟的确实特别厉害 都已经是 几十年的东西了 我马上把最后一级台阶清理 我们第一块板子已经装上了 这个位置确实不好装 因为这边的墙板在卡住它 这边的扶手也在卡着它 所以我踩短了吧 不好看 踩长了呢 就进不去 所以严可言 现在是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我们先给它固定上 你那个脚没进去 先把它拆了 先把那个 那个乱七八糟的先给它弄了 对 再俩一块看 好 我这边进去 好 拿锤子砸去 拿皮锤 现在已经上了第二块踏板了 第二块踏板呢 是一米七七点五 第一块踏板是一米七七 我们现在第二块上上之后 固定 这钉子打完之后 这头一定要让它进到木头里 要进去一点点 差不多一毫米到 1.5毫米左右 然后这有接子 一定要不要打到这个接子上 要躲开 像这个位置 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宾主播 现在已经是一点半钟了 我们是从 11点左右开始修吧 差不多修了两个半小时 我身后的这个台阶呢 基本上就已经修好了 除了没有上这个油漆以外 那么我们现在换的这三块面板呢 是新买的 那么三块立板还是用的 它原来的这个 但是在拆的过程中呢 这个立板 由于年久失修把它糟了 我们这个立板呢 主要还是以维修为主 尽可能的不要破坏 所以在拆的过程中呢 会出现非常小心的保护这个立板 而且它右手呢 刚才我也介绍了 它有这个墙的这个外板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也不破坏这个外板 现在已经修好了 下一步呢 我们要上这个油漆 因为我们已经买了油漆了 但是颜色呢 很可能跟原来那个不太一样 不太容易能配到原来的颜色 而且我们用的量这么少 你要单独要配色那么一小桶的话 要等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所以我们把它清理完之后要上油漆了 现在是我们的最后一步刷漆 颜色肯定跟原来那没法比 但是能保护这个木板 他们家的这个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锁的这个铁棍 这个螺丝掉了 咱们也是顺带手的事儿吧 把这螺丝给它上上 那么找两个粗的螺丝 而且是打金属的 就给它固定上了 两个不同规格的螺丝 给装上了 但是非常非常结实 现在没问题 很结实 我们再顺便把它那个坏的fans给它修了 它这还有几串fans掉了 你看它这原来是上的这个五斤架 看这五斤架 由于它这个木头糟了 它也挂不住 所以这个五斤架上的没用 好了这个fans也修好了 我刚才这缺了两块这块位置 缺了两块木头 然后给它加固了一下 然后那边也是都塌了 也重新给它加固了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宾主播 现在是下午的将近三点了 2.45了 我们把一桶油漆全都已经刷在了这个台阶上 我们补的这三块呢 我们刚开始做实验刷游戏 一看还剩至少还有三分钟 然后把剩下的全都刷了 那现在颜色呢 可以看出来整个台阶的颜色都已经是一体了 虽然说和旁边的俯首的绿色有一些差异 但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美观的 等于今天这活呢 就算干完了 喜欢宾主播的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